各位同学早安,我们今天是 总复习的第二堂课,也是课程的最后一堂 因为前面总复习第一堂课有帮同学整理的大概有八届的 历届试题当中的多选题 最后这一堂帮同学整理的大概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今年的学测,113年的学测 为什么要出这个呢?最主要是因为 学测大概在一月二十几号考,通常都是这时候考 景专会在五月初,所以通常他们都会把 学测可能会出到的一些概念,或者是 立体,或是一些图跟表,然后在 景专的考试上中会再 提到相关的东西,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学测的部分,因为学测是社会科,所以社会科的部分 他是 合科,所以他的题目通常会有一部分是历史 一部分是地理,一部分是公民 所以我们就不会整个学测的题目整本讲解,这有点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针对这个比较偏向地理的部分 来做解说 来做解说 好,那这边的题号呢,主要 是这个 以学测的原题号,这题号我们就没有再把它做调整 好,所以你会看到这题号好像没有连,或者是没有从一开始 不用担心,反正这就是从那个 学测的部分 学测的部分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标号是写14题 日本大阪,这是台湾人蛮常去旅游的地方 他的西北方有个叫保总市 是一个观光的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在这边 一个叫这个荣亭的 保总大剧场 去看到这个东西方历史剧的表演 然后呢,在汤本亭 这边,他各个地名有写的,因为这等一下选项 保总温泉泡汤 然后参访的这个市郊,有一个叫做紫云山,他干嘛呢,去祈求这个安产就是生小孩平安 然后呢 护这个幼儿文明的这种叫佛寺 松山寺 好,他可以参观了这个 武库川亭 这个首种自从就是画那个哆啦A梦的 这个漫画纪念馆 好,上述的这些景点,哪一个最可以讲到了东亚文化圈的扩散 也就是说呢,东亚文化圈嘛,中国、日本、韩国、台湾,他们都会有一些相似性 那大概有什么相似性呢,第一个 宗教上会有比较偏 佛教的信仰,那再来呢,可能 会有这个米食的文化 再来就是很多就是用筷子,然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好,所以 所以这些呢,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文化圈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上面呢,讲到了东西方历史剧,这不见得是东亚文化吗? 泡汤这通常是跟火山的地址 好,那 紫云山的这个佛寺,他告诉你佛寺 佛寺大概是在 大概 六七世纪的时候啦,从中国 往这个东传,传到日本 好,所以日本就会有一些很多的寺庙 很多寺庙 然后甚至 就保有这个 世界文化遗产 像那个奈良的东大士 有一个很大的佛在里面 好,所以这题呢 就选这个 紫云山 紫云山 写到说 泉州 泉州呢 人愁山谷己 就是人很多 但山谷很平己 只是土地平己 那 虽欲旧根 无地匹 就是你想要种,但是没有地 可以让你去开辟 州南呢 游海 好无穷 就是泉州的南边呢 有一个很广大的海洋 每岁造州同意义 每岁每年 去建造船 然后跨越这个海洋 到达 其实就是 台湾这边 这大概是以前的人 讲到的,可能不见得是台湾 也有可能是往南洋群岛 好,那这个诗最可能说明当时 全州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基本上就是人多 土地不够 经济 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人 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出现一些 外移的推力 大概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生产技术革新使得 沿岸的渔业 产量提升 居民财富可以增加 这边并没有去讲到居民从事补银 他们就讲他造船 然后往 这个 异乡 往别的地方去 所以 A不能选 土地的赡养力敌 土地的赡养力敌 人们多前往台湾 从事这个 肯值 然后在异乡建立聚落 好,这一题呢 B好像看似 看似可以 可是其实这个 多前往台湾这件事情 就是问号 问号 因为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不见得全部 有可能是去东南亚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思考一下 好,C产业升级快速 从事手工 然后增加 附加价值 这边并没有讲到他的这个 手工业 这一块也都没有去提到 好,租人口压力过重 居民呢 透过这个 对外贸易 创造利润 然后呢 去这个 弥补家乡 如果逼跟租来选 可能租比较合适 为什么? 因为他讲到了 人愁三股几 就是人口压力重 那为什么要强调他有对外贸易呢 因为他有造州 然后通益域 就是说 坐船 然后去跟这个 泉州以南的海洋上 去做一些互通游 所以这个通益域 有可能是去外面工作 也有可能去做买卖 来贴补这个家乡 像这种 想要耕地 但是却没有地可以耕的地方 所以这题会选租 会比 比好 因为不见得来到台湾 因为他的施并没有说 都是来到台湾 只有讲说泉州 往南部的海洋上 有可能跑去马来西 有可能跑去印尼 不见得是台湾 所以租比较合适 租比较合适 同学在写这个是学册题目 就会明显的比景专的力量 蛮多的 但没有关系 因为这其实 让你知道说 学册就是大概是一整年 高中 升学考的一个算蛮主流 另外是同车 同车不考地理 所以地理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以学册 跟指考为指标 指考会比学册要更难一点 那学册基本上就是算蛮灵活 那其他什么景专 或是 考邮局的那些 其实都 相对会考的比学册 单纯一点 不见得是简单 但是所谓的单纯 就是他在题目的长度 跟 你要去思考的转折 次数不用那么多 所以如果学册的题目 你能看懂 那大概要考 其他的 地理就不会到太复杂 OK好 16题 在这个疫情期间 COVID-19 社会上开始出现什么 网购蔬菜香的风潮 在地的小农 就把自身生产的 多样的蔬果 放入蔬菜香 然后透过宅配到消费者手上 带来更多的利润 然而这个情况下 可能阻碍下链哪一种现象的发展 因为是小农 而且他可以 多样 也就是说这个小农 他可能有种菜 种瓜 甚至 做豆腐 或是养鸡 有鸡蛋 他就全然不放在一起 然后就整个蔬菜香 一起栽培 好那会造成什么现象的阻碍呢 专业化 因为这刚好是相反 专业化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指 单一作物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地区 发展越高度的专业化 他通常就会只专种 一种 或是两种 特定的作物 那就不太会是像这个小农的蔬菜香有那么多种可以同时放进去 那这也是 在这个宅配的时候发展出的特殊情况 因为一般如果一般民众他可以 自己 到这个 菜市场购买 通常菜市场的菜 菜摊上面的各式各样都是由不同的供应商供应 那这些供应商大部分 他背后的这个 农地的生产就是走比较专业化的方式 所以你要多样 刚好就会跟专业化相反 因为专业化强调是单一 单一 那这个地方的精致农业讲的是指这个品质高价值高 那产销履历强调是一种从 这个生产的最源头就开始有在做记录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查询得很安心 那智慧农业通常会讲的是比较透过一些科技一些感测器 在你的农产上呢比如说一些温室啊会做一些温控啊失控 让你的农作物的品质跟生产会更有效率 好所以第16题比较符合写的就是这个 阻碍什么农业专业化 因为他刚好跟单一作物这件事情比较冲突 因为小农的蔬菜箱是多样 好17题呢某个同学他小论文 这个高中通常都会写小论文或是专题 他探究呢台湾的茶香的发展 采集到呢 具有当地特色的闽南语 他到底是闽南族群 香包歌 小包的意思 小包就是互相 称赞鼓励 好那这边你就要用台语来讲 我不知道同学听不懂台语 老师念一遍 这个叫做 早早出门 这个 上茶山就是上山要去做收成 冷风吹来 会吹冬 就是冷风吹来吹冬就是你会感到寒冷 很像孤单的一只鸟找不到饭 专油放我会孤单 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在这边孤单 好所以这个呢 是当地 种茶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这个 可能就是 单身然后去采茶工作会唱的歌 那他是跟 1860年代的台湾开港有密切关系 那这个台湾开港是淡水 淡水 就是英霸联军之后台湾开港 好有密切的关系那从1860到1960呢 这个歌就非常的流行 唱了100年啊 你看一个世纪 好那这个小路人最可能是哪一个地区 那既然他讲到台湾开港 那应该是比较偏向 北部的茶区 再加上他应该是 明南族群 明南人 好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好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好那 新北 石定屋土 石定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以前那个叫包种茶 新北这里 那这个是合理 因为这是明南人 而且靠北部 好那你看到新竹北浦 北浦这次客家人 客家人 他就比较不会是唱这个 明南诗的部分 客家人 好那南投的竹山这个很后来的 南投竹山的兴起这个大概都已经是 20世纪的事情 1980之后了 所以不会是在这个 1860这个时候 好那加一的阿里山 阿里山像是周族 这是原住民 他也不会是这个明南人 所以比较符合的 只能够选A 选A 好Spotty 台湾的村落 以前在四周会有设置这个东西南北中 这种五菱的小妙 他最主要是 彰显 他在守护这个的村落的范围 就有点类似像这个 管区的概念 好那他可以象征 避开灾祸的侵扰 好那照片呢 是某个村落五菱中的两个营 他有两个营 那从这个对联 呈现 这个村落可能会比较常面临什么灾害 那如果从这个灾害跟环境的关联 这个地名 可以显示环境特色 那这两座小庙最可能 是会底下哪一组地名 这样的一个村落的外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先看到左边 村流我们要先从右边念 他说北巡 人鬼 君 威 壮 迎近 洪流 江令眼 所以这个是北营 北 上面是北 好那关键在哪里 洪流 所以到时候这边很常怎么样 淹水 大水 好那南营呢 这边是南营 南守丙丁 丙丁可能是他的 他的这个 年 我们会有这个天干地支是什么什么年吗 甲子年 这一类的 或是什么甲午战 甲午年 丙丁名有庆 银正 坤明 国无灾 来坤明 坤是沙洲 明是指海水的意思 这个明海 好 那所以从这样子看来呢 北营跟南营他大概就容易会有这个洪流啊 或者是一些 海水 倒灌 或者是海水这个涨退草造成的影响 所以通常他应该会比较是属于第四滴洼的地方 第四滴洼 才会有洪水 或者是这个 海水的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组地名比较容易 那大潭 后温宰 大潭 你看到这个潭其实大概就是一些比较沼泽啊 比较是属于这个 积水的地方 那后温宰这个温就是指余温 所以通常应该是比较海边 比较低洼 那A是可以考虑的 坎顶码头山这就是高度码 坎顶 就是一个 有这个高度 然后有可能是河街的顶部 那码头山 东澳跟乌石比 他虽然是海边没有错 可是他这个是属于比较海边的沿岸 沿岸 所以他比较不会是低洼的这种 沙洲啊 或者是沼泽 他大概就是 比较偏向是这种垂直 落差稍微大一些些的 这种岩石的海岸 所以他会形成 这个凸出去的叫做比 乌石比 凹进来的叫这个湾澳 大平顶 松柏伦 伦是小山丘 大平顶也是一样 有可能是台地的上面 或是河街的上面 最符合要选出低洼 会容易有洪水 海水 沙洲影响的 大概要选A 选A 19题研究指出 某一个 自然景观 他 有这个 广布泥探地 他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景观带有中年潮湿积水的环境 那这个景观带如果大规模进行采矿或石油 或者是持续 去坟林种油棕等等 你看他可以种到油棕代表这应该是什么 热带的区域 热带的区域 然后通常要比较湿润 可能是热带季风或是热带雨林 使这个泥探分解 因为他里面有碳 所以这个碳会跟 空气结合 就形成二氧化碳 为了防范未然 研究者对于为在该景观的国家 在这个景观带的国家进行分析 然后归纳出 这些国家 大多具有下列哪些社会经济特征 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国家 如果单看 幽中 然后又雨林 通常就是最主要就是印尼 但不见得全部都印尼 马来西亚 汶来 甚至如果你是 景观带可能 雨林的话 巴西雨林 或者是港国 都是 所以居民组成 以穆斯林为主 受到欧美干扰内政 国内宗教通促拼 不会全部都是穆斯林 如果你是 属于巴西 或者是 东帝汶 可能会有天主教 也会有天主教 所以不会全部都是穆斯林 所以这个A 要小心 那B呢 政府以都市的工作 诱因吸引 乡村平民移入 间接促使世界都市的行程 这里的 这里的大都市 不会是世界都市 因为世界都市通常都会比较是 像先进国家 它会有很多跨国企业在这边 对全世界有影响 第1个就是这里的都市工作 不足 它并不是 人到都市的诱因 人到都市的诱因是 乡村平穷 这个是推力 像热带的区域很多 被殖民的背景 他独立之后 他们大概首都会发展的人很多 可是人很多他的经济 不见得非常好 常常就有一些贫民窟 在这个大都市的外围 所以B 不能选 C呢 多采出口扩张的策略 然后受到国际影响 貿易有起不大 这边很难是出口扩张 它顶多只能够叫做 资源出口 也就是说出口原物料 农产品矿产 它出口扩张是指加工 可是这边大概工业都没有到非常发达 所以大概是资源出口 不是加工出口这件事情 好猪呢受到殖民的结构影响 国内生产毛额 虽然高 但是 国民所得往往偏低 这个是没有错 他的国内生产毛额高 可是你处于人数人可能很多 又或者什么 这个国内生产毛额 不是算在国民身上 就是这个 产值高 可是他的 最后归属是算在跨国企业的里面 所以 可能人民的所得就没有高 可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所得 会有比较高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19题 选注 20题 地球上的这个有代类动物 就是代书 无尾胸 代狼 代欢 等等的 它起源于北美洲 然后目前主要分布 在欧洲 另外 南美洲也有少部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有代类动物大概在澳洲 澳洲跟南美洲有一些些 他的棋地非常开阔 那关于澳洲有代类动物的 迁徙路线之一 有这些学界的观点不同 有的主张 他说早期地球有两块大陆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然后南半球叫做 刚瓦那大陆 那他的有代类在这个大陆的内部移动 然后等到大陆分裂之后 变成现在的数个州 那由于澳洲的地理位置的特性 因为他就比较孤立 才使他成为绝大多数的有代类分布 就是其他州的有代类都慢慢灭绝 澳洲比较没有人 所以他 就保有这个动物比较原始的形状 那在亚洲非洲也有发现这个类似的化石 那与欧洲的关系比较密切 与澳洲比较远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澳洲有代类基本上应该是从 北美 然后延伸到南美 延伸到澳洲 这个是有关的 那如果是北美另外一支呢 从欧洲 非洲 亚洲 欧洲非洲亚洲的这一支 就跟澳洲比较无关 比较澳洲无关 那他说下图呢 是刚往那大陆的复原图 那图中动物的路线符合哪一个观点 因为这题目很长 所以这题同学遇到的状况 这题目读完你就已经 在那边发抖 抽筋不想写了 但是你只要把题目的关键圈一圈 告诉你说最早起源在北美 目前呢 澳洲跟南美洲都有分布 那他说他的路线有两条 从刚往那古路的部分有 然后呢 他跟 亚洲非洲 还有欧洲 其实是比较无关 比较无关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他说跟非洲无关嘛 这一块是非洲 这块是非洲 所以这个 这个假 这都不能选 因为他就是 无关嘛 因为有关他就从这里 串过去了嘛 对不对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要告诉你说 他是从北美沿着南美过去 所以这个箭头应该要从这个南美 开始这样走 然后走到澳洲 这一块是澳洲 因为他地球有一个 飘移 所以他的形状跟原本的角度不太一样 这个是南美 这一题其实就在考同学 知不知道各州 丙这个是南极 南极 最后这个印度 印度 最后是飘到跟欧亚大陆撞在一起 好所以符合呢 符合我们从北美发源 然后南美跟澳洲是同一个血缘 欧亚非是另外一个血缘 比较符合丁这条路线 从南美这边走 走往澳洲 欧亚非经过非洲这边 就不能 就不能选 选丁 选丁 像这一题题目就很长喔 读完就真的中风了 所以要 要把读的时候要把重点画一画 重点画一画 好